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连日遭遇到暴雨的袭击导致洪水土崩 目前已经造成了186人丧命 45人下落不明 另外有数万栋房屋被毁 洪水肆虐 安徽省淮宁县已经成为了一片汪洋 洪水淹没房屋道路以及600多公顷的农田 受暴雨影响 被淹村庄的积水星期天又上升了两米 救援人员紧急疏散超过200名居民 同样遭暴雨袭击的云南景东县被淹泥覆盖 一度造成部分路段交通阻断大面积断电 土崩灾害也面对公共设施 车辆民宅商店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 警方消防人员和志愿者已经展开了疏通水渠 清理淹泥的抢险救灾工作 据中国媒体报道 近期的强降雨已经造成26个省的1000多个县出现了灾情 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人 超过5万栋房屋倒塌 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一个星期还将会有两次的强降雨 使湖水水位继续上涨 值得注意 雨上 雪儿 雪儿 感谢观看